这一部分台湾在西半部这一带 那边大家看到颜色比较淡 风箱是比较小的这个地方 所以它扩展台湾比较差 指着一幕 环保署分析这两天的监测资料 说明空瓶指标出现橘色警戒 除了有东北季风带来的污染物之外 再来就是扩散条件不佳 导致本地污染物成绩 影响中南部地区 目前大概台中以南 一直到高瓶 都在空气品质都相对 在这个橘色的这个警示的等级范围里面 那未来大概两天 这个大概都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形 这种藤蔓类植物叫做臂力 在环保署用来研究进化空气的植栽中 对防治悬浮为例有九颗星的评价 因为室内空污的严重程度 是室外的二到五倍 要提升室内空瓶 实在是最自然的空气清净机 原来室内空瓶 这个事实上是已经是 对于这个花生的一个超额的死亡力 事实上是已经有贡献了 它的贡献力不输给室外的 植物基本上跟空气清净机很类似 就是它如果叶片表面凹凸不平 有绒毛有线体 会成到它叶片上面就被它吸住卡住过滤住了 被称为清新空气墙的绿化方式 环保署在南部两所中小学验证 结果发现绿墙对悬浮为例 臭氧等空气污染物 平均有10%到70%的阻绝效果 而且降温也有1.8度 透过这种方式既可以绿化环境 又能够净化室内空气 更期待社会响应 一起提升空气品质 大海新闻 涛涛顺科兴志 台北报